就是从美国归来的美兰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隔离检疫 以及饮食气候环境等方面的调整之后呢 今天大熊猫美兰在成都大熊猫反育研究基地 正式与游客见面了 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本台记者蒋树林 蒋树林你好 你好主持人 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兰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 美兰是今天上午的十点半左右呢 已经和咱们的游客正式见面了 那么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成都大熊猫反育研究基地的二号别墅 也是美兰的专属别墅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 那就是美兰 大家来看美兰现在正在大口的吃着竹子 看起来啊 她的是胃口是不错 因为从上午十点半公开亮相以后到现在 她一直就没有停止吃 可以说的她的胃口是特好 那么这就首先就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为什么呢 美兰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从美国回到四川回到成都的时候 对当地的这个各方面的环境还是不太适应 在当天晚上第一天晚上就出现了一些应急性的反应 这个应急性的反应主要包括 就是怕光怕声音 而且呢是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不吃不喝 那么美兰要适应当地的 适应家乡的情况 适应家乡的环境 实际上她是经历了三个关口 第一呢就是食物关 首先是怎么样想办法让她吃起来 大家来看 我手里拿的就是成都大西猫繁衣基地准备的一个神秘食物 它的名字叫做熊猫月饼 也就叫做熊猫窝头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美兰能够顺顺利利利的吃下第一口呢 专家也是想了不少办法 他们知道美兰特别喜欢吃甜食 特别喜欢吃蜂蜜 就是把这个窝头浸在蜂蜜里头 当美兰尝到甜头的时候 她就顺利地吃下了第一口 那么现在美兰每天要吃的这个窝头要达到500克 另外呢美兰现在也特别喜欢吃这种叶子比较宽大的这种竹子 这是当地的一种竹子叫做弱竹 美兰过了这个食物关以后呢 还要过一个气候关 那么第二关就是气候关 因为相比起来啊 咱们成都的这个气候和美国亚特兰大的这个动物园的气候 相比起来呢比较潮湿 那么饲养员就采取了一个先让美兰待在房间 后来后边呢就是逐步开放 让她到野外户外活动这样一个办法 逐渐的让她适应当地的气候 第三关呢美兰就是要过一个情绪关 因为美兰刚开始的时候情绪还是显得比较焦躁的 那么怎么样让她缓解这种情绪呢 饲料员采取了和她做游戏的一种办法 就是把她要吃的食物藏在这个运动场的一些角落里头 让她慢慢自己去找 通过食物的这种引诱呢 让美兰渐渐适应当地的环境 因为这种开阔的环境 慢慢的舒缓了美兰相对比较紧张的情绪 那么说完了这个美兰的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还要说一下美兰的和粉丝的故事 因为美兰毕竟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海龟熊猫 我们看到今天现场还是有一些观众 因为现在虽然是12点多了 但是还有一些咱们的热心游客还不愿意走 一直陪伴在美兰身边 我们就随机采访一下 你好 我看您拿着相机是吧 对对我在给美兰拍照片呢 我是熊猫超级粉丝 我等会要把她的那个照片做成博客 送到博客上去 那么您眼中的美兰是一个 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地位呢 美兰非常美丽 是个美丽的小姑娘现在啊 那么向来呢 她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母亲 要生很多那么多孩子 来繁衣大行猫 那么借这位超级粉丝的吉言啊 实际上呢 我们的美兰不仅受到粉丝的热情关注 还受到了一些世界组织的关注 那么大家来看 这就是美兰担任地球 地球一小时全球形象大使的一个标志 所谓地球一小时呢 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一个应对气候变暖 全球这个温室气息排放的一个大型环保活动 要求人民在这个每年的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或者星期六关灯一小时 那么美兰为什么会当选这个形象大使呢 我想美兰一个是她的海归身份 另外呢 美兰大家来看啊 美兰胖乎乎的脸庞 然后憨态可居的模样 让她成为备受人 让她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一个熊猫 所以呢 我想呢 美兰担任这个形象大使呢 她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最后呢 我想美兰还以她自己的名义啊 写了一份美兰宣言 以宁人化的手法来号召 我们所有的地球上的公民 好的 谢谢蒋叔杰 为我们介绍的情况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